鲤鱼门位于香港维多利亚港东面 已卖鲜活海鲜闻名 弯弯曲曲的小巷里会聚近20间海鲜酒家 往常只要到饭点 巷子间袭来攘往 酒楼里人满为患 然而这样的光景自疫情发生后已不复存在 记者今日走访发现 近八成酒楼已关门或缩短开店时间 有海鲜档老板称 生意额下跌九成 一开店就溃本 亏本经营不仅因客流量减少 更因海鲜养殖过程中的损耗 蔡先生称 海鲜金贵离海后两三天是最佳售买期 客流量少让大量海鲜滞销 价值大大折扣 在里鱼门经营海鲜酒家近半个世纪的罗先生是为数不多坚持开店的店家 他称多年的营业被他称 被他积累了一批熟客 未免熟客流失 只能苦苦之称 但疫情下 海鲜折价一倍 仍无人问津 只能自饮自笑 今年71岁的罗先生在里鱼门出生长大 见证了里鱼门从昔日的小鱼港 发展成现在远近有名的海鲜市场 他感叹事事变迁 希望停业的店铺都能停住 让里鱼门重回热闹光景 我在这里大的 里面大的 我们做的时候里面只有几家当海鲜的 几家酒楼而已 现在就二十几家酒楼 几家当海鲜 整行城市 整个香港里面最厉害的 做海鲜 全世界的海鲜都有 什么都有 未曾试过这个疫情 是搞到整个香港 经济那些 希望早点过去 多一些客人 只要开工 大家好 接我在这儿就会开工 都会开工 再开工 和您的送给大家 都会我有关系 都会开工